美国航天局27号宣布,航天局资助的一个研究团队借助一种探月仪器在月球表面首次远程探测,发现了可能源自月球深部的所谓岩浆水。 这一发现表明月球在形成之初可能有水的存在。 岩浆水是指岩浆中所含有的或从岩浆中分化出来的水有别于来自大气中的浆水。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说,他们利用印度月航一号探测器携带的美国航天局月球矿物汇图仪对位于月球赤道附近的布里奥陨坑进行成像。 科学家对这一陨坑感兴趣是因为其中心峰有一种在月球深部形成的叫苏长岩的岩石,这种岩石因陨石撞击而露出月球表面。 通过与周围环境的对比,研究人员发现布里奥陨坑中心峰含有大量由一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的氢氧基,它是布里奥陨坑苏长岩含有源自月球深部的水的证据。 此前美国阿波罗号飞船带回的月球岩石样本中也曾发现岩浆水,但是科学家一直以为这是样本受到了地球的污染。 研究人员说,这些岩浆水为了解月球的火山作用以及内部成分提供线索,从而有助于回答有关月球形成以及岩浆在冷却过程当中变化等问题。 这一研究成果已发表在新一期《自然地学》期刊上。